大家好 欢迎到Sys Mandarin来 今天我们会讲故事 学中文 讲故事 学中文 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叫 狼来了 狼来了 我们会讲第一部分 下一个视频 我们会讲完这个故事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好,那在这个视频里 我会先说一下 故事里每一句话的意思 然后我们会复习生词 接着我会读一遍故事 没有拼音 然后我们会回答几个问题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shadowing练习 好,那现在我会说一下 每一句话的意思 从前,从前有个小孩 他每天都去放羊 从前有个小孩 他每天都去放羊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从前 从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小孩 好,就是有一个小孩 但是这个一 我们可以不说 我们可以说 有个小孩 好,有一个小孩子 他每天都去放羊 好,每天 好,我们有每 一般我们都会说一个都 每天都 好,他每天都去放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放羊 好,那这个就是羊 放羊就是带着羊去吃草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放羊 放羊 他一下学 就会去放羊 他一下学 就会去放羊 好,那这个就是 他在放羊 那在这个句子里 我们有一个一 然后有一个就 一 就 as soon as then 好,他一下学 就会去放羊 好,那从前 有个小孩 他每天都去放羊 有一天 他觉得十分无聊 有一天 他觉得十分无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天 他觉得十分无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十分 十分就是很的意思 非常特别 好,那他觉得十分无聊 无聊就是没有意思 很没有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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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跟他玩 他觉得很无聊 没有人跟他玩 他觉得很无聊 好,那很无聊 就是十分无聊 非常无聊 特别无聊 好,没有人跟他玩 他觉得很无聊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有一天 他觉得十分无聊 好,就想了个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里可以有一个一 就想了一个 那这个一可以不说 就想了个捉弄大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捉弄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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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捉弄他的弟弟 他总是捉弄他的弟弟 好,那在这个故事里呢 这个小孩子 他想捉弄大家 好,我们来看下面 捉弄大家寻开心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寻,寻就是找的意思 找,开心 开心就是高兴 好,所以他去捉弄大家 然后自己比较开心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开心的例子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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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很开心 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很开心 好,那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主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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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好,那就想了个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他对着远处 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他对着远处 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着 对着 就是toured 好,他对着远处 远处就是很远的地方 在离他很远的地方 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 正在 正在就是在的意思 好,正在种田 农夫们在田地里工作 他们就是在种田 好,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喊 大喊就是说话声音 非常的大 好,就是大叫的意思 大叫就是大喊 好,那他对着远处 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好,那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好,那救命 好,那救命的意思就是说 请来帮助我 救命 好,我再来读一遍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那农夫们听到叫声 急忙 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 锄头和镰刀 去帮助 帮助他打恶狼 好,我们来看一下帮助 帮助就是帮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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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总是互相帮助 他们总是互相帮助 好,那在我们在说互相帮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说两个字 帮助 好,那恶就是非常坏的 非常不好的狼 好,恶狼 好,那恶就是非常不好的 坏的 好,恶狼就是非常不好 非常坏的狼 好,我再来读一遍 农夫们听到叫声 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 去帮助他打恶狼 可是 农夫们连狼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可是农夫们连狼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可是 可是 可是就是但是 不过 农夫们连狼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连 也 好,我们一般在说连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也 也可以说都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连 连 也 或者 都 他 太忙了 连午饭 都还没有吃 他太忙了 连午饭 都还没有吃 可是 农夫们 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好,狼的影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影子 好,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 我们一般都能看到 自己在地上的影子 好,那连狼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就是 根本就没有看到狼 好,我再来读一遍 可是 农夫们 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小孩子 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小孩子 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小孩子 哈哈大笑 好,哈哈 就是 笑的时候 我们发出的声音 就是哈哈 好,哈哈大笑 好,那小孩子 哈哈大笑 他说 真有意思 好,真就是很 很有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意思 有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有意思 有意思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好,那这个小孩子 好,那这个小孩子说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你们上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上当 上当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上当 上当 他买东西 总是上当 他买东西 总是上当 好,那我再来读一遍 小孩子 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农夫们 生气地走了 农夫们 生气地走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农夫们 生气 生气 就是非常不高兴 非常不开心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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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做作业 妈妈很生气 他没有做作业 妈妈很生气 农夫们生气地走了 好,那因为这个小孩子 他们骗了农夫 所以农夫很生气 好,生气地走了 好,那走了 就是离开了 走了 好,我们今天 讲了一半 我们下个视频 会把这个故事讲完 好,那现在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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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 有一个小孩 他每天 都会去放羊 十分 十分 无聊 无聊 有一天 他感到十分无聊 有一天 他感到十分无聊 捉弄 捉弄 开心 开心 主意 主意 于是 他想到了一个 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种田 种田 大喊 大喊 他对着 在远处 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急忙 急忙 帮助 帮助 农夫们听到孩子的叫声 急忙来帮助孩子打狼 连野 影子 农夫们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农夫们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有意思 有意思 上当 上当 小孩子说 这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这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生气 生气 走了 走了 农夫们很生气 他们走了 好 那现在 我来读一下这个故事 没有拼音 从前 有个小孩 他每天 都去放羊 有一天 他觉得 十分无聊 就想了个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他 他对着远处 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农夫们听到叫声 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 去帮助他打恶狼 可是 可是农夫们 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小孩子 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农夫们 生气的 走了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回答 几个问题 好 那第一个问题 这个小孩 每天 都做什么 这个小孩 每天 都做什么 对了 他每天 都去放羊 他每天 都去放羊 好 那第二个问题 这个小孩 想了一个什么主意 捉弄农夫们 这个小孩 想了一个什么主意 捉弄农夫们 对了 狼没有来 但是 他对农夫们 大喊 狼来了 救命 狼没有来 但是 他对农夫们 大喊 狼来了 救命 好 那第三个问题 农夫们 听到小孩的叫声 做什么了 农夫们 听到小孩的叫声 做什么了 对了 农夫们 听到叫声 急忙拿着锄头 和镰刀 去帮助孩子 打恶狼 农夫们 听到叫声 急忙拿着锄头 和镰刀 去帮助孩子 打恶狼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农夫们 打狼了吗 农夫们 打狼了吗 对了 他们没有 他们连狼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没有 他们连狼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好 好 那最后 我们来做一个 shadowing 练习 好 那请跟我说 狼来了 狼来了 从前 有个小孩 他每天 都去放羊 好 请你来说 有一天 他觉得 十分无聊 就想了个 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他 对着远处 正在种田的 农夫们 大喊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农夫们 听到叫声 急忙拿着锄头 和镰刀 去帮助他 打恶狼 可是 农夫们 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小孩子 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农夫们 生气地 走了 好 那最后 我再来读一遍 狼来了 从前 有个小孩 他每天 都去放羊 有一天 他觉得 十分无聊 就想了个 捉弄大家 寻开心的主意 他 对着远处 正在种田 正在种田的农夫们 大喊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农夫们 听到叫声 急忙 急忙 拿着锄头 和镰刀 去帮助他 打恶狼 可是 农夫们 连狼的影子 也没有看到 小孩子 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 你们上当了 农夫们 生气地 走了 好 那这个是 故事的 第一部分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 会把这个故事 讲完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这个故事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 那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